小时候有跟父母杀过什么网吗 有什么学杂费啊 玩自习啊 是吧 大家都杀过嘛 感觉好像大家都没杀过一样 大家都做过嘛这件事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我爸妈是一星期 只让我上一个小时的网 然后他们就会把电脑锁了 就是密码 然后我就会偷偷地去 去看他们的密码 就是他们每次帮我输入的时候 就往里面偷瞄 那种经历就拿着电风扇 然后吹那个电脑后面 就怕被爸妈发现这本电脑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般都是用毛巾 然后给他擦 妹妹玩了自己欺负妹妹 然后妹妹哭了 然后就一直不转着跟妹妹 是不是地板欺负 然后我妈说你带我白吃 想说一边练钢琴 一边在旁边拿个锅儿图 然后呼了还得擦她眼泪 然后再看看情报 就一到练琴的时候 我妈妈就要上头 一上就上一个小时 一直上到下午要去上课 就是三早就比如说 赶紧进去睡了 赶紧睡了 没那么起早 我说好 马上睡了 可能不行了 进去以后 卡 打开电脑 又是一个美好的电竞之夜 马上睡了 马上睡了 卡 可能不行了 可能不行了 打开电脑 打开电脑 有美好的电竞之夜 妈妈我一定会把她看 太后当了 太后当了 关注圈教主 娱乐可以有温度